今天我們侯友宜競選辦公室 競選工作室 還有我們的張思綱 我們立委候選人 還有我們的李律師 今天我們到這個中正分局 中正義分局 就是要針對賴清德 還有他的發言人戴偉山 我們要提出告發 那告發什麼 就是因為他們散佈假訊息 已經明顯違法了社會秩序維護法 針對兩人行為提出告發 那我們告發有兩個證據 第一個是什麼 就是賴清德指揮他的發言人戴偉山 他在網路上造謠抹黑 他在6月14號他臉書天文提出 藥物檢測被檢測出64 就是被證實有被餵食本巴比陀 但是事實是什麼 事實是陰性 但是他把陰性有數值 就把它直接歸類為有被餵毒巴比陀 所以我們在這邊提出告訴告發 那就是因為他也被台灣事實查理中心打臉 台灣事實中心 他是衛福部跟法務部認證的檢驗單位 他也被臉書屏蔽 那針對以上我們第二個證據點是什麼 就是他們這些政治攻防行為 為了打擊他的對手侯友宜 已經影響全國民眾跟右教機構的不信任 導致後面中華民國右教協會已經發出聲明 聲明什麼 他們要求全國的右教機構跟右保人員停止餵藥 這個已經撕裂台灣親屍關係的信任度 所以我們針對這兩點來提出告發 都已經澄清都已經道歉了 可是我們看到戴偉山是一個發言人 但是卻不曾為他自己製造假訊息道歉 這已經不是製造社會恐慌的事情而已 其實已經有很多的家長都告訴我 他們再也不敢把他們的小孩送到幼稚園了 因為他們已經不相信整個幼教體系 這個就是賴清德 還有他發言人製造恐慌 散播謠言 散播謊言所製造出來的效果 所製造出來的恐慌 大家還記得嗎 蔡英文蔡政府還有賴清德 他們多次強調資安就是國安 他們多次強調當時在疫情非常嚴重的時候 因為假訊息所以造成大家對於整個疫情的恐慌 然後撕裂了指揮中心跟人民的信任 但是現在卻是賴清德你自己的團隊 跟你的發言人利用假訊息製造社會上面 誘教人員跟家長之間的恐慌 而且毫無信任感 戴偉山身為一個總統候選人發言人 完全沒有道德底線 這是攸關小朋友安全的事件 顯見他根本只是想要利用這件事情 只是想要政治操作 來提高自己的聲量補版面而已 這樣的發言人根本不應該存在 戴清德 戴偉山 毀台灣 假訊息 萬三天 罰三萬 不應該存在 戴 你 人